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最近大家很关注是马前总统还有蔡英文针对了两岸问题互呛 他也相当不客气 他说呢他觉得马英九根本是搞不清楚状况 还说国民党应该找马英九或是韩国瑜回归当党主席 这样国民党就会彻底的完蛋了 可以看到其实官长蓝绿他都开骂的 甚至有时候跟政治人物会闹上了法院呢 还记得吗之前曾经为你报道过 当时他本来想找林文玉来上台直播节目的 但是后来取消了林文玉相当不满 传出呢林文玉曾经传讯息来骂馆长 馆长也不客气的回呛了 连续开了四次的直播回击林文玉 最后被林文玉告上了法院 但最后双方是决定和解 所以撤到了 一连续的美中角力战先带你关注 解放军往南海发射了四枚的导弹 但是美国不客气的回击了 他们准备好面对任何的威胁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黄秦 我正在考虑对中国的制裁扩大 把时间交给记者周宜德 中国想要拉拢欧洲 但并不顺利 连克遭到警察枪击 引发了全美的抗争 美国很多职业运动都纷纷宣布罢赛 最快在29号才会恢复比赛 有人惊吓的结婚典礼 带你看看美国这对夫妻 新郎才刚刚说完一句结婚 是辞天空竟然披下了一道闪电 震撼了现场死了的宾客 更多新的内容持续锁定 年代无报